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 四个项目分别来自陕西、湖北、湖南 跨度上千年聚焦于东周至隋唐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和最新科研成果 此次发布的项目中 湖北京州的秦家嘴墓地发现大量战国除检和文字 内容涵盖六亿、珠子、瓷腹等诸多领域 还有被命名为九九数的惩罚口诀 是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的珍贵资料 这批竹检发现于湖北京州秦家嘴墓地编号M1093的战国楚墓 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室内揭取与保护 正在开展红外扫描、试文、坠河等工作 据介绍这批检读数量众多、文字内容丰富 为近年来重要的竹检发现 它是迄今为止可以织的单座墓葬 考古发掘出土、除检 数量最多、文字最多者是3910枚 预计和最合整检约1200至1500枚 检文的字数可以达约3万字 对先秦时候的历史、文化、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竹检是整体从打包到我们修复室 它是一根叠着一根、一根叠着一根的 泥土压得比较紧 文字提取和清洗的工作它的难度都很大 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是轻轻的轻轻的站一下、点一下 然后轻轻的洗下来的 截取出来之后做红外扫描 我们这相当于就是一个抢救性的那个保护嘛 起来然后把它信息把它提取出来 据初步辨识研究 检文字体为战国楚系检博文字 检文内容丰富属于古代典籍 初步整理发现内容涉及先秦书类、语类、诸子、数学 医药、序幕、文学、日书等诸多类别 其中不少发现尚书首次 首次发现了几乎完整的、基本完整的尚书旅行 这是一篇寄述西周时候穆王行制改革的一篇著名的文献 它的内容现在就是跟传世本的经文上书里面的旅行基本一致 这个对教刊这个传世本以及研究这篇著名的文献 在战国时候的那个文本传操和思想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方面就是发现了最早的惩罚口诀的实物 叫九九术 它是说五七三十又五 四七二十又八 三七二十又一 之前所知的最早的惩罚口诀 是湖南里耶的里耶勤检里面的 那这一次发现比里耶勤检还早一个多世纪 据专家介绍目前该批检读至少已时读出十八篇典籍内容 其中一些记载不仅丰富了古史记录的细节 还提供了关于四王五霸等古史记载的新说 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等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ятся BY 书